唉 这比赛不是守夜人格吗 这 打到BO3了 我连守夜人都没看到 真的 奉劝各位一句话 以后在讲话之前 一定要想清楚后果 我就是活生生的一个例子呀 不能口嗨 今天这个叫做口嗨 真的叫口嗨 随便说了一句对吧 不讨守夜人就发红包 你看看 兄弟们 知道了吧 我平常其实不太口嗨的 今天呢也是属于是发自肺腑 确实 守夜人看的太多了比赛 就随便来了这么一句 我觉得 也就最多给兄弟们 多发个一两波红包的事情嘛 招得住 你看这六波了 上下半场 六场 没有一个守夜人 多少钱了 888一波嘛 来看比赛啊 这边的话 鱼男底牌挽留 带闪现 其实张地图 使徒 好不好打呢 我觉得 宝瓶其实还行 宝瓶其实还行 打这个阵容的话 前锋 这边打使徒 不是那么好打的 但是 这边球者 如果前键的六的够好的话 前锋这边有博命 我觉得 还有说法 他的说法在于 就是这边的昆虫啊 调酒师啊 可能都需要站出来 给到一些支持 第一刀有 好的 这边 要降的杂技 如果说没有虫的话 应该是 最多最多逼出一个闪现 最多最多逼出一个闪现 猫咬中 昆虫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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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只猫没中 哎呦 这只猫没中 很伤啊 闪现 骗了个球 骗了个球 但是虫应该快到了 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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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对来了 对对对 这波从来了 就有说法 卡住 好的 拖一轮 这一轮拖得很伤 这一轮拖 使徒拖得很伤 很伤 使徒本来身为靠近 在你杂技球CD好之前 闪现一刀带走 是很舒服的 这样的话 杂技又有球了 但是猫被咬中了 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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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击倒时间的话 第一波是让这边的调酒师来救吗 调酒师来救 其实不太好吧 调酒师应该是正面吸引前锋拉球 对对对对对对 三岁 但没有能打了一刀 这边的话人救下来 一人一只猫 一波跳 这波救人 这波救人有一点点亏啊 这波救人感觉两个人来救 结果并没有能够打出特别好的效果 三岁刚才如果能撞晕的话 这个双人来救其实挺好的 就相当于先调酒师这边给那个杂技套了一波波 因为前锋这波撞晕以后呢 这边救下人来以后可以拉一个大点 拉一波非常不错点 甚至可以转进教堂 转进教堂这边使徒就比较难受了 那现在的话应该是过来帮忙 哦 我懂了 他们调酒师来就是让调酒师给这杂技喂酒 然后再转点的 现在的话应该还是让调酒师救 然后前锋帮忙扛刀 然后灌酒 他们想要灌酒 因为这个局不灌酒 不行 酒 前锋回旋球 来撞 哎 酒呢 没有酒啊 他们前面那波应该是想这样子的 昆虫那边卡一手 前面那波应该就跟我们昨天看到那把一样 机油手这边过来打架 调酒师来救人 救完人以后给酒的 这样的话调酒师自己喝酒 剩下就看药匠自己 药匠这边面对 这个使徒 也就绕两圈吧 我觉得 这边再绕一圈以后 我手头这边猫咬到要降 除非这边云南是自己 咬不到 哎 抢个窗 哇 三岁 但三岁没球了 吃了一只猫 杂技这边球跳开 卡住啊 大不了 再等一只猫吧 你密码机 也不够啊 外面差三台机子 杂技 还有一颗球 这个球能再跳窗吗 就算再跳窗 我这边交闪线行不行 帽咬住 杂技这边球 其实我觉得可以直接跳了 要不然待会 对 直接跳 跳了 跳了以后 这边 交闪 过来 昆虫 哎呀 昆虫 闪线 不太敢闪 90 哇塞 这机子够了 啊 云南 猫回来 哎 但是杂技这边第二波晕 时间不久 往前翻 天门 这给打活了 啊 这第一波救人 说实话 是很亏的 但第二波救完 主要那一刀 哎呀 这边 要这样回头了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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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答得好 答得好 主要还是 云南在那波救人救下来以后 一刀灰 没灰中 他其实我觉得等猫 那么从复盘的角度来讲啊 云南当时三个人在脸上转的时候 等猫 猫咬住给他来一刀 平局起步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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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